你准备什么时候回韩王府 不急 不过应该快了 我没见韩王府来人 也没见你送信去韩王府 你跟韩王之间用什么方式沟通 我们之间并没有沟通 你们不沟通 你们不用互相传递消息 怎么配合 不怕露馅吗 谢遥哑然 楚涵的确没说过要沟通的事 他也没提 不过目前看来配合还算默契 至少还没出现任何问题 宫门口故意演戏给明慧公主看 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跟韩王之间还是有些默契的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容不得一丝疏忽和错漏 你最好想清楚 万一出了问题 韩王是皇子 重罚的只能是你 嗯 祖父放心 这些我都知道 知道你还陪他疯 你们默契那么可靠吗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出现任何纰漏 而且事情也快要结束了 你知道外面的谣言 现在已经传成什么样子了吗 那些谣言当中除了那个扯上两指弦的其他谣言都是我和韩王刻意放出去的 谢遥直接说了 谢遥直接说了出来 让祖父为此不必那么担心 你们的胆子也真是够大的 什么都敢往外传 就不怕造成的结果超出你们的控制啊 祖父放心就是 但是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谢遥很自信 因为楚寒的这个办法很绝 他如果不是亲耳听到 恐怕都不见得能够第一时间看穿 那样最好 不过明慧公主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 就算你们这次把次婚的事情退了 难保他还会有下一个计划 这个就要看韩王演技如何了 只要他演得好 明慧公主掉头回国都是有可能的 希望如此 您不是女人 所以啊 您不了解女人的心思 男人如何 女人又如何 我活了几十年 还没你了解女人了 不过 这话说回来 我对男人的了解也一定比你深 以韩王对你的程度 他如果故意说出一些伤你的话 恐怕他受到的伤害 比你还深呢 所以 如果你被他的言语所伤 千万不要记恨他 啊 将心比心 硬着心肠说出一些伤害对方的话 自己的确是要先受伤 你这几日也很辛苦 快去休息吧 是 祖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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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